当风华震报的善田芳正在说书事业日渐沉熟辉煌的时候 一场巨大的灾难却从天而降 最难的就是这个精神压力受不了 一听说来运动了还怕胆战心惊 又来运动了啥运动 一来运动就吃不下饭去 肯定我还跑不了 在节点难逃 积攒来积攒去 一下积攒到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闪田芳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关进监狱 当时罪名是什么呀 文革一来以后给您戴什么帽子 水塔帽不能戴 不能戴 换了什么帽子 最厉害的现行反革命 平时啊 自己嘴里说话没把门的 你看现在你说话 说点过头的话 讲点国际时事 好像没人去管你 是吧 人身自由吗 我有我的看法可以说 那时候不行 您都说什么了 绝对不行 说的话太多了 我能回忆起来 都是跟运动相抵触的 你比如说粮食问题 粮食定量 半年自然灾害 没有吃的 没有吃的 我定量是三十斤 给十五斤 没有蔬菜 你说这这点粮食够该什么吃的 吃完了吃不饱天天的 怎么上台 说书靠的是气力 有牢骚 没事自个就说呗 那也不分场合 你这可好 都说过好日子 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又吃面包 又喝牛奶 你待哪呢 现在三十斤定量 才给十五斤 这日子怎么过的 一天不如一天 拿现在来说 这算个什么 您这种话说多了 可能别人给你攒起来了 这话就了不得 对粮食政策 有地处 这还是小事 原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 大链钢铁 百事两行全歇业了 唱戏得不唱了 说书得不说了 天天放卫星 干嘛练钢铁 这个 每个单位都修好几个小高炉 又比房子高一点 那小高炉 请一个济师来 这济师可能会看火号 天天我们都成了练铁工人了 也不让回家 起早贪黑的 就整胶子 整没练 哪来的铁 谁会练 家里头有铁 线铁 哪怕这个抽衔的 拉手 门划罐撂掉 就线 到那块去化 这是您又说了 这就是 完了还让我们去偷铁去 我得安钢 爬铁丝网去偷铁 偷完回来 拿大锤砸碎 再练 都是铁把 那一练 你说是什么玩意儿 第二天这就放卫星了 胡说八道 哎呀 好消息 喜庆我们又放了几颗卫星 昨天晚上我们单位又亮出炼出多少铁 敲锣打鼓送喜报 往区政府送 区政府汇总之后了 又敲锣打鼓 往市政府去报 我这一看 这什么呢 这是 层层欺骗 胡说八道 当时我那活大了 我说你说 说书不让说 没事炼钢铁 谁学过 而且隐瞒成绩 这胡说八道 这不是往上报 哪有那事 去偷铁去 那是你练的 有那那铁就留着得了 还把它砸死 再练 哎 在哪那个树木 我怎么没看着 这就报卫星 我说这七上蛮下 这还好得了啊 结果善心人就成了现行反革命 这话还聊得 在当时运动高潮的时候 这就把这话那话给我攒在一块 输成辫子 那叫书辫子 一书里 你爸爸还通过监狱 你还对现实不满 你不是现行反革命 你是什么 现行反革命这几个字 让善田芳尝尽了挨打的苦头 十年之中 善田芳的满口牙都被打掉 而脚也被打成残疾 轻量的嗓音 也被折磨得完全变了痒 但是一个信念却始终没有改变 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 挨打吗 挨打 是打 我都挨到了 飞行靠打 那谁那么老实 我承认我是现行反革命 不承认 不承认就打 那不承认不消你 你不认罪 消你 打得厉害 厉害 这个扇嘴巴子 踢几脚 推丧你几下 家常便饭 在牛棚里的就是这样 我知道您的牙 牙就全假的 上下没一个针的 当时踢掉九颗 九颗牙 那真是飞行靠打 是挨打的字符 我全藏着 拿绳子给我吊的 就是吊完绳子 这个手上的印 我到农村都去改造去了 一年多 快二年了 那印还有 我都杀在那血管里的 紧绳子 你怎么吊着打呀 启打后的 吊着 抓头发 不是胳膊 那吊长了受不了 他不活血 他不用麻呀 挂钩都要舌了 给你脑袋的往卡巴当一夹 摆你这俩胳膊 你承认不承认 你承认不承认 哎呀怕呀怕 后边拿皮带臭屁 给我揍了点 悲心都沾到后背上 我当时不知道 等癌完之后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排着队到那个厕所 去刷厕所 厕所不有镜子吗 卫生间 我一瞅那镜子 我那脸 我都自己都不认识 我自己了 脸都歪曲了都 哎呀 我这医生怎么这么难受 疼得要命 结果我转过身去 拿镜子一照 那悲心都沾到身上 都是血是吗 血它凝固了 哭不下去 它太难受了 我就 撩水往上 水把它晕透了 慢慢往下接 都到那种程度 我说你们挨打 那就挨打呀 打个嘴巴子就挨打 我们没挨过打 是 那滋味不好受 我经常跟大伙说 我说要揍你啊 这皮带双折着揍 呱呱了身上抽 还差 他们会揍人呢 拿着皮带那头铁头 那些都军用皮带 军用皮带 前段的活儿有铁的 钢的 拿那头揍 那也磕到后背上 谁也听不了 我说我也不是 许云峰 我也不是 我说我相信那些烈士 不能也不叫唤 要是就咬着牙 不叫唤 我说不信 我说一开始 我还挺着呢 头几下揍我 我医生没有 没走过五下 我得叫唤 哎呀 那还收不下 咔咔咔咔的 那叫往后背抽 多能把你打扶 多能你拉倒 那你没办法呀 牙也提霉了 嗓子一股火 牙怎么办 家破人亡 越窝火 又害怕 又憋气 屋火上来了 嗓子全肿 说不出话来 当时说话怎么说呢 吃饭 吃饭 干嘛去 就这个声 喝劲还得吃饭 善先生以前声音 是特别清脆嘹亮那种 声还挺好的 我们在安山几个嗓子好的 到前山的西哥 面对大山 看在谁声喊的高 一种就我一个 声要多高有多高 像现在孙楠唱的歌是一样 多高有多高 等以后就完了 党子这特别完 这会儿您还有那个活下去的勇气 决心 就我咬着牙 这日子也许能过去 老实说 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 往前一看一片黑暗 没法活 但是人呢 不管男女 我总结一下 得狠 对自己得狠 咬牙得坚持 我一合计我们那个周围的被斗的十三个 女人跳楼脑僵崩裂 还有我们的那工作人员 拿那个小学生那个修铅笔那两毛五那小小刀 因为你长长尖刀什么他都给你收了 你那小刀能怎么的也死人 他不知道怎么磨得那么快 在嗓子上捅进去 一撑把气管拉断死的 您没琢磨过这些事吗 有什么料理 我都看在眼里 因为收尸都是我们这些牛 牛啊 牛鬼蛇神嘛 去擦血迹 帮着收尸 这都是我们的活 我看的多了 没事 活得得脸皮厚点 因为我为什么不死 我一合计 我又没抢谁 我也没偷谁 我正大光明啊 我不认为我说错话了 到任何时候我也不承认 我那话说的正大光明 我哪说错了 说什么 我就现行反革命 我不服 我要自己死了 将来比一方说有一天 不叫平反 不懂这词 将来有一天把事情 翻过来了 翻过来了 我死了 那不完了吗 人死了死了 一死全了啊 那我不能死 不非你有个令 暂时有问题的人 一律枪毙 那我没办法 那你上次执行 我死行 我就无力反抗了 不是这样 我不能死 再逆境 我也得平着 不就爱打吗 你就打 咱就绝着 你爱骂 你就骂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你随便来吧 就得耍这老猫肉 人活着就得脸皮厚 什么尊严不尊严 你爱骂什么 骂主动 你就骂 我就这么挺过来 在那个时候 单先生跟他老伴两个人啊 写了很多份申诉材料 可能写了几百份 都交出去 都递上去了 但是没有一份是有回音的 都是石沉大海 一点音信都没有 那个时候呢 现行反革命最大的一个罪证啊 就是死不认罪 所以呢 善行的那个态度 带给他更多的麻烦 好